我借着这个机会是想 首先真正更加认识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以我真是很想多谢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 还有金老师有个人叫金老师 因为浪费了很多时间和心机 这是一个爱心来能够三十个小时来解释 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合法 所以第一次金老师深深的多谢 我早已没有报名的 因为我认为自己不能 因为我不懂中文的 我认为他们不懂得担心 但我认为他们不懂得担心 但是早上是很少人 只是五个人 就帮匾尼佛 师兄说 我认为他再担心 就没有报名 哈哈哈哈 没报名 对吧 很担心 也报名 哈哈哈哈 现在好像大家那样 很充满信心 所以这个真是有了多次 多谢金星的 你的教导 让我更加了解 所以我本身是想 呃 呃 完成这个 出这个大 但是因为 呃 我想更加多人 能够听到 真是 真是 所以 我是不知道五个手指 但是我记得一个手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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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再听 我会再听 但是一个手指 都已经给了我这么多的感受了 真的 所以我 真的有这个心 是想更加多人 希望更加多人 可以真的听到 不是 不是 那些 每个都有这样的心 我肯定 每个都有这样的心 啊 啊 所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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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呃 那些 呃 跟我們學佛的階段 還有人間 都是小成、大成的很貼切 因為這些都是在 好像《綠洲壇經》所說 佛法在世間不理世間國 你可以在世間中 覺到這些宋話 都是佛法流露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就用金星說的 那些《水》的比喻 來講一講我自己 體會到那些情緒 我們本身是因為 自性是背睡清淨的 因為冒冥 就變成妄動 妄動就促進了一個力量 轉了 之後我們的見 那些境界 進去變得很骯髒 黏著了 一邊黏著轉 然後如果我們 好就好 就好 十善之八做人 或者是上天 那些是金星說的課辦課 專門做眾善奉行 你又吃到好就上天界 那另一個人 一邊轉下去之後 一個人就想 哎 我要離苦得下 我要解脫 離開這三界解脫 他就學 四成帝 小成法 他就 二界 那些 三無流河 涉心為戒 去教這些東西 然後這杯水 慢慢沉澱 下面就是 我們這些 塵路 上面變成清水 他就靜在這裏 但是那些塵路還在轉 沒有意見 這樣就好 接著 這個也是 獨角 現角也是這樣承認 我們大乘是怎樣 我們大乘都不看 我們要 要收持 波羅馬 接著又是動力 今次動力 清水又轉 毒水又算 但是清水永遠 沖不到 毒水那裏 這個是不是妙 妙 所以我就 這些體會 還有就是 我過去講了 流年地的事 你知道嗎 就是 做了一種下文 下文法 至於流年地 我當作佛法 那些香味 我們聞到之後 你這個項目 就可以學 只要流年 好像一掉下來 你發生後才會掉 掉下來後 就幫我們分享 是否一種菩薩道 講法 你們聞到香的 就拿來嘗嘗 悶生香 悶生香 這個不知悶生香 是悶生發芥的 發芥香 發芥香 接著你們 吃了之後 想到 真是好東西 我再繼續種這個流年 沒有呢 你種這個根 每個人有棵 有棵 就生了一些 就幫你分享 對嗎 好耶 在佛教叫做五份發芥香 很厲害 講那麼多 我們都感激 金師兄 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 有一個報告 就是一個報告 你知道嗎 好的 幫一下金師兄 報告一下 我最後這個報告 只有四個計 這個四個計 就是 政法勞盟 金義學 你們學到沒有 正到不正局 你這件事 先學了 此法離己亦離人 對嗎 對嗎 對 就是 慰報道師的悲心 細張此法離瓶生 好 沒錯 我們來自行 第一大情報 把你們學到主了 你不做的不行 真是 那你說 細張此法離瓶生 你說他哪裡找的呢 所以我已定了 正好 你不做都不行 阿彌陀佛 多謝師兄 多谢 有请你开心啊好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首先感谢甘老师 不敢当 我也感谢林师兄夫妇 他们这样的发心 直到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学习这个佛法 跟甘老师学习 我本身来参加这个 导师培训班 有非常深刻的感触 首先除了刚才我要感谢之外 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位 我的三知识 莫师兄 因为他的介绍 我有这个机研来参加 这个课程 还有各位在座的师兄们 大德们大家晚上 我想先讲 讲的就是说 未来参与这个课程之前 其实我本身都有想过 在接下来以后的情形 因为我觉得我学佛都学了蛮多年了 可是非常惭愧 就是说好像都没有办 学了这么多年 学佛法 都没有真正的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去 利益众生 利益友情 这个我觉得好像 学了这么多年 没有这样做好像也不太对了 好像也学的不如法了 觉得很惭愧就是 已经有这个念头了 那个时候当莫师兄提起 他提起 提起了我就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机研 让我有更多机会学习 然后呢 在未来这个词 如果英语成熟呢 我相信我也会 以干老师做榜样 做模范 像他这样啊 我想如果我有做到他的十分之一呢 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 大家认为是不是啊 我不太同意 只是听几句已经超过我很多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刚才 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想 在接下来的这日子里面呢 我会以干老师做一个模范 因为我觉得他以一个在家就是 能够讲经红法 讲得那么那么好啊 让人感觉到 听的人听得很欢喜 也很容易了解 而且我感觉到深深的感触 他整个讲法讲课的过程中呢 可以说是 我想用一句话来说啦 就是开大智慧 变才无碍 那我想呢 我也希望有一天呢 也能够 有慢慢的慢慢的 有一天也能够打到这样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莫师兄 最近我发现他很会吟诗作对 很会做剧子 给我一个感觉 他好像智慧已经 已经开了 大家认为是不是啊 刚才他所做的那个几个诗句 只是其中一部分罢了 他还有在诗底下 悄悄跟我讲了好多好多 还有其他的 如果你们想要挖他的 最满飞的心得 你们过后呢 可以去跟他找他去 跟他省一省的了解 那我过去是 也曾经有在某些道场 有做过一些分享 但是我本身分享了一段时间过后呢 我是觉得好像一眼不羁足 后来我就又停止了这些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包括了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我觉得我本身的 没有一个事情修行啊 不好啊 得恨不足啊 好像如果我们去讲经后法的话 非常惨愧 觉得不太好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变成我也比较少讲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觉得我认为佛法上呢 我还有很多呢 还不了解 还不够深入 还不记住了 也没有贯通整个佛法 那么因为这样的因缘啊 我来到这个课程以后呢 看到这个坎老师 他在这个佛法上的介绍哦 他把整个佛法呢 做了一个一篮表呢 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启示 就是说 以前我有一些地方还没有贯通 还没有弄通的地方哦 看了这个一篮表以后呢 我觉得好像我都 可以慢慢的把它接上来了 都好像有那个蛛丝马迹可行啦 可以灌起来啦 那我觉得对我以后 在看经也好啊 在学佛也好啊 或者是在跟人家分享这个佛法方面呢 我觉得这方面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这里 可以不可以借各位的掌声呢 来给我们摩托桿 跟老师呢一个掌声 我本身觉得要把这个佛法 能够分能别类 弄成这个表哦 看起来是非常简单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没有一定的那个心得 和那个那个 那个深入 对佛法的深入呢 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这个看起来容易呢 好像比如说台上一分钟哦 台下呢十年功 其实他不只十年功 三十年四十年都有啦 那我觉得这方面呢 大家在我相信对其他的同学也有同感啊 以后在不管是在跟别人一对一的分享 或者是在群众上的分享 我相信这方面这样的情况呢 在我们会看当时的当机众呢 是哪一类的人啊 是属于比较出击的人 我们就以仁天秤为主咯 如果是那些比较喜欢 在自己修行方面呢 能够得到一些解脱的 我们可能就讲这个仁天秤 如果遇到那些呢 可以讲那个利人利己的 然后我们就讲这个 这个大乘法 这方面我是觉得很好 如果还不是很了解 可能在讲群众里面呢 是三种人都有 我们就用那个 三秤普世的那一个方法 那个我就觉得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清楚 过去我就在这方面 就是有点寒苦 有时候要跟人家分享 要讲什么呢 要讲这个 还是讲这个跟这个经 有关系 还是讲这个题目呢 我都不晓得 然后因为这一个一栏表呢 我就好像有一个地图 当我要去某个地方呢 我就可以照着这个地图 去到那个地方 当然我不确定 我一定会做得很好 但是我知道 至少这已经有一个很明朗的方向 让我更知道以后我会怎么去做了 所以我这个是深深的感觉到 非常的受用 那么除了一点之外呢 我觉得我之前的一些原因 一些理由 使得我果足不前 不能够继续的去分享这个活法呢 其实我非常惭愧了 就是我没有发大愿了 对 我是没有发大愿 这个是真正的 我深深的体会 因为我当我听到这个干老师在讲发愿 发现他一直讲到发愿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 尤其当他讲到这个补贤十大愿的时候 那过去哦 我常常都有读了 都有读这个补贤十大愿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叫读了 但是没有很深的去 摇闻觉知 去深一深地体会 这个补贤十大愿 到底他的愿力是怎么样大 大到怎么样的程度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都没有深入的去了解 真的是非常的惭愧 如果我真的更早的去了解的话呢 可能我对佛法的看法将会是不同样的 所以因为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补贤十大愿的这样的因缘 直到我真正的原来对补贤十大愿 有另外一个认识的跟谁 我就更加惭愧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跟补贤十大愿比较起来 太渺小了 好像我不懂怎么说 好像看不到自己了 那如果我说补贤十大愿 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个 不要说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我想我们不可能还是一些书在家里 就自闭门自修吧 应该会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或多或少的跟我们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能够应援能够集中成熟的话 我们对更多的朋友和众生来做分享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那也很奇怪 在我还没有来参加这个课程之前 我就曾经听了一位台湾的法师 叫境界法师 他在讲这个一切菩萨戒本的时候 他也有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 如果要学佛 要真正的学佛 学到有一定的成就的话 一定要发菩提心 他说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不发大菩提心的话 他在学佛的路上将没有办法看到成就 那个时候我听他这句话 我就在思考了 然后他有提到一句话 那么菩提心的根本是在于发大悲心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我没有发大悲心 所以我没有发菩提心 因为我没有发菩提心 所以我也不敢发菩提心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干老师所讲的这个法院 这个跟这位法师所讲的东西 马上就把他连贯传起来 那我就觉得 原来我什么还没有做到 我应该要做什么 从这边 所以我想这个课程的确让我 真的受用目前受益很好 那 要讲的就是说 还要称赞干老师在这个整个讲课过程中 我觉得他真的是做到了一点就是深入前出 佛法本来是很深奥 很大浩瀚大海这么深 给他用这么简单 三言两语呢 就把他讲清楚了 如果这个不是开大智慧 我想应该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大家认同吗 那我相信经过他这样的 我本身觉得在学佛路上 我会走得更容易 在看经方面 我也会参考 他所讲的那个模式 用那个方式来看经 因为我从来 以前看经都是看法师 讲的经 用白话白语 就是叫这样看 从来没有像干老师所讲这样 看了一篇经文 然后想一想 这样这个模式我还没有试过 我也很感谢他提供了这个方法 让我以后呢也可以用同样的模式来学习 那因为我已经把他当做我的模范老师了 不敢大不敢大 一定会用这个方法 然后他所讲的用那个五根手指的方法 我也是觉得非常好的 让我们呢很容易把这个学佛修行的方法 用五个手指头来记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受用 大家如果还不记得五根手指啊 是什么的话呢 那么应该回去以后呢 应该要把他快快的背熟他 背熟了以后呢 用不到五根手指 最少可以用三根 因为这个 我觉得我们做一个佛地址了 这个五根手指 这个一定要会 如果五根手指伸不出来 三根手指也无所谓 即使三根手指伸不出来 我是一只残也行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一只残就是说 刚老师说嘛 一只残第一个就是归一三宝 对 那他讲到归一三宝的时候 那我也有一个很神的感触 我说 三归一我们每天在念 自归一佛 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口有口无心 每天口这样念 可是心里面 没有神想 当他这样讲 归一三宝 原来是要用 从我们心 发我们的真心 发出来 然后神切得去问自己 在这方面做了多少 我是从来没有这样问过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 从他这样讲起以后 我在念这个三归一的时候 我也会思考一下 自归一佛 我当愿重生 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我有没有体解这个佛法的大道 我有没有发这个无上心 我会这样问自己 我希望如果一个佛弟子 我相信一个佛弟子 以我自己来做鼓励 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这样 就是说 能够每天这样做思考的话 我相信我们在学佛的路上 一定会逐渐逐渐的 会有进步 不会停止在一个阶段 因为这样是一种反省 那我是觉得三归要做好也不简单 所以我们说一指禅也好 除了这些 那么小弟莫学 还有一点点就是说 感觉到另外一个相当受用的 就是说 一个身为一个 弘法的导师或者弘法人员 如果在心态上 在还没有讲 分享这个佛法之前 有一定的政治证件 心态上正确的话 是很重要的 然后过去呢 我觉得我在某些地方 不太对的地方 就是说 很怕自己这样错 所以不太敢分享 那听了干老师所讲 不要怕错 最重要是错了 能够知道 然后去改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收用 从这样开始呢 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是要放弹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讲的时候 是方式整形的 然后不是有意去判错的 然后知道错了 快快把它纠正 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能够成长 如果一直担心 自己说讲的都有错的话 我相信 这个进步一定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 然后我看到干老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他很谦卑 然后很包容 也是我学习的典范 那么这个整个几天的过程中 让我有另外一个抵触 就是说 在跟一些同学们 朋友们在做一些交流过程中 那我就发现到 里面呢 有长龙 墨虎 各种各样的对佛法很深 的人也有 也有刚刚接触佛法的人 也有 也有一些呢 在学佛法的过程中 有几年了 但是走到了一个一个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瓶颈 然后解不开 然后因为他来到这个生意后 后来 啊 有一个受用 然后觉得呢 这个信心呢 又产生了 所以给我一个感触就是说 我们在学佛这些路上啊 有一位老师 善知识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 在这里呢 我就给 在做的一个 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勉励 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 学佛的路上呢 有遇到什么困难挑战的话 大家觉得很沮丧 或者想到推行的话呢 在还没有这样之前呢 不妨啊 找一找善知识呢 跟他做一些身后的探讨研究 或者是来到像这样的套场 有很多善知识在这边呢 可以跟他们一起的研究和讨论啊 如果还不能够这样的话呢 那我这里给大家最后一个意见呢 我本身感觉到很受用的一部经呢 就是 能源经 大家不妨呢 参考 而去研读这个能源经 因为能源经里面有很多这个 修学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这方面呢 让一些在修行过程中 遇到困难的人啊 他那边呢 会有很多很多的答案在那边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陈思忠肯定是一个非常 呃 怎么说 变才无碍的也就绝对是了 我看呢 只要他能够把所有佛法呢 都搞通了 而且他有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体会 而且呢 他肯定可以把他自己的心得很准确的表达出来的啊 谢谢你 陈思忠 谢谢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金师兄 你好 碧魏师兄 这次很感恩啊 那我们大家都在香港啊 想不到呢 就这次来到吉隆坡这儿上堂啊 真的这个恩怨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就觉得 没有理错了 真的很有福报 真的 因为我都由1997年 那时候开始归医了 然后学佛 那头一年都挺精进的 或者因缘度 但是呢 由那里一路学佛 慢慢慢慢 那时候我在温哥华 在温哥华那里归医 然后回到香港了 因为可能是工作关系 环境关系 那就慢慢 很少去佛堂 又很少听到佛法 很多时候 集气又回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又不记得了 有时候 哎呀 吻诊啊 火箭眼啊 哎呀不记得了 明白 就是要知道 开始要怎么去修改的行为 但是集气真的 因为因为环境 因为工作 以及一些 可能是身边的朋友 一些人 令到你很喜欢 染了 集了 有些退度 有些 又不精进 是吧 但是呢 今次来到 很多 金先生一说的 有时候 叮咚 哎呀 为什么不记得了 是不是 应该去再去 每一次 我想要慢慢去 你做什么 或者想什么 你要想清楚 我 还有呢 我又记得 那时候 韩佛 说 要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师兄 不是那么容易去的 哪里那么容易去得 你以为 你说去就去 没有这样的福德恩怨怎么去 但是今次 金老师说 不是的 一定去得 看你今世不行 下一世了 对不对 还有啊 那些师兄说 让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下不下来 几大都不下来 这么辛苦 上去还下来 下来 下来为什么不下来 不是啦 以后我一定要下来 不是自己 享福自己 开心 应该令大家都 解脱和开心 令大家都可以去到一个 极乐国土 阿弥陀 多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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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間車花廠的負責人 收花廠 身邊有很多伙計、同事 因為我這個人皮有壞 學佛已經有十幾二十年了 我一直對佛法本身也有少許認識 我來參加這個道士訓練班 我曾經寫過兩句我要參加的因緣 第一,我要多認識佛法 我要學會說法的能力 我感覺到我來參加這個課程 真的得意不少 所以我一直介致感恩的心 感恩這麼好的恩怨 有這麼多人的成就我們 而且在這幾天課程之內 我認識到釋迦牟尼佛的悲心 真的很感動 以前我們雖然知道 本師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老師 但我們不是很清楚 很清晰地了解這位大悲菩薩的心愚 經過老師的不斷地說給我們聽 給我們的了解 真是很慚愧 很慚愧我們學佛這麼多年 真的很好地了解老師的那種悲心 所以又參加這個導師訓練班 真的要好好地檢討 好好地去學習 好好地認識多少 我們好像周老師所說 我們可以向我們身邊的朋友 我們身邊的家人 以前其實我們很想說 但我們好像無從樂手 因為我們不懂得人天誠 小誠大誠分不清楚 所以一時我們會對一些人天誠的人 就趕去大誠 令他們一頭無水 對佛法起了一種很奇怪的心態 覺得我們很迷信 所以由現在開始 由現在開始 我們和我們身邊的人 熊發的時候 講發的時候 分享的時候 搞清楚 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還有我在學佛這麼多年 一向都知道有些人學佛 尤其我們都會有犯想這幾個無病 老師也都看出來 學佛人的病談 真的很對 我們人會傲慢 會自以為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同學 對這一點 我是很小心 沒有傲慢 沒有傲慢 像譚仙說的 別人稱讚多你幾句 你的傲慢心就走出來 你學佛就失敗了 給人的感覺是什麼呢 你們這些學佛的人 是這樣的 我的姐姐很喜歡 我這一句 又是你學佛 我們要好好修行自己 多多將我們本師的法 發揚幹人 阿彌陀佛 多謝 多謝 謝謝佛師兄 各位同學好 老師好 各位同學好 我盡快說一說 今次來這個課程的恩怨 所以去年我在星座堡 見到老師講心經 那我就跟著同一個方法 我回去發一句願 給觀神菩薩 中學說 可不可以給我念熟 這個大悲酒和這個心經 那我用兩個時間 就已經可以完全記得大悲酒 所以我就有參 就是 心經就是 一個時間 我已經念熟了 OK 然後呢 前來這個課程 我又發一個願 最新的 所以我講 不希望可以用我這個身 去洪洋佛的真理 還有鼓勵眾生 慈素 減少殺失 救患地球 所以我現在還有一個課程 OK 所以這裡就講明 這個願 是非常之重要 是的 差不多 然後我覺得 一個金老師的課程 就等於 我們將學佛 就好像 我相信大家的經驗 就像珍珠一樣 金老師就好像一條線 將這個敦珠連串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大起來了 就可以發光 又可以自利 然後又離他 自覺又降他 阿彌陀 阿彌陀 所以我又再發言 我身身細細都會歸衣三步 還有繼續行這個菩薩 聰不聰明 最新鳴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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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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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因為當老師也好 講師也好 他都是有一個責任 是吧 有一個心願 他的目標就是利人 只要你想利人 你肯定慢慢會變成一個非常好的老師 只要我們的心貼在佛菩薩的心裡面 他的無礙三昧變才的都會變成你的變才的了 絕對是的 所以我不愁 我沒有擔心你們將來講話的 只是你們的安安住的那個心態是正確 你講的佛法是正確 我們的心跟佛菩薩的心連在一起 每一個人將來的成就 成就這個無礙三昧變才的 肯定的啊 我再次公主大家 發喜充滿早日成就啊 將來能夠度生無量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